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两个词语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翻来覆去 它的英文意思呢可以是toes and turn 好它的中文意思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回翻动身体 那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在炎热的夏天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那在我们知道在夏天如果很热 我们躺在床上就会觉得一直睡不着觉翻动身体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星期天我翻来覆去的朗读这几篇课文 终于能流畅的背诵了 那么在这里他指的是他读这篇课文 读了很多次终于能把它背诵下来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词语叫做翻天覆地 翻天覆地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变化巨大而彻底 它的英文意思可以是a tremendous change 好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 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他后面一般会接到的变化这样的句子 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家乡和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今天人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楼大厦代替了昔日的茅屋草棚 好这里的意思是说人们的生活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现在呢是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而以前呢都是一些低矮的房屋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词语 我们下次再见吧